更改用户账号密码 那之前呢我的这一个用户账号呢 我已经呢把它放了这一个密码来保护我自己 那假设现在我要呢把这个密码更换那怎么办呢 好我只要click一下这一个用户 然后呢到这里呢他就没有create a password了 他只有change my password还有remove my password 那假设我觉得我不需要密码了 我就只要按这个remove my password呢 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remove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删除的时候呢 你也必须要拥有我的密码 你才可以删除 那假设你没有我的密码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删除我的这一个password了 好我们现在选择change my password 在change my password里面呢 我们必须呢要拥有现在的密码 他才可以呢把我的这个密码呢 把它给更改掉 好type your current password 那现在我就来把我的这个密码打下去 所以刚才我是打senteo 所以我在打senteo 那现在呢我要type a new password 我要换一个密码 所以我要打一个新的密码 例如说我现在要放1234567 好那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再打1234567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新的密码了 所以我们的密码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数字 当然也可以是文字和数字呢 参起来的这一些密码哦 那好同样的我们还是需要呢打一个这个hint 也就是我们的暗示 如果我们忘记了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个hint 然后我可以说numbers 它就是一些数字 然后我肯定了我只要change password 这样子呢我的这个密码呢就会我换了回来 那下一次呢我在登录我的这个电脑的时候呢 我就必须输入我的新的密码 我才可以进入我的电脑了 那这一个就是我们更改用户账号的密码方法了